拖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通信领域 金融领域 甚至工业领域 未来互联网的安全 将关乎人们的隐私 金钱 甚至生命 如果说开始互联网的安全 还是一些恶作剧 还是一些黑客 一些个人行为 那么随着大家看到的互联网 也是一种 可以作为一种武器 因此已经被一些国家 作为网络战的一个手段 便进入到国与国之间的 竞争上面去了 所以互联网的安全问题 比原来更深 深刻的多 2014年2月27日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 小组成立 网络安全成为了 未来互联网最大的挑战之一 也是未来互联网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如果说以前的国家的安全 是用江界可以 边疆边界 我可以说 那你互联网的这个安全 你怎么来接近 它已经给你打造了一些东西 是你在已有的 传统的边界的 守卫的方式下 没法守卫住的东西 距离北京 一千多公里的合肥 潘建伟的团队 正在探索一种 在互联网通讯下 绝对安全可靠 而不可被破译的密码 2013年 他们开始建造 全球第一条量子通讯 保密感线 从公元前的匿名书信 到文字普及以后的破密书 再到计算机带来的 更为复杂的密码 千百年来 人类对于通讯安全的追求 从未停止 然而 随着人类计算能力 突飞猛进的发展 经典加密 被破译的风险 却与日俱省 量子通讯 是近20年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型的通讯方式 在它诸多的技术创新中 用最小的能量颗粒 作为信息再提的技术成果 是量子通讯 不可被破译的原因 与传统数字光通信不同 量子通讯 可以将信息编码 加载到单个光子上 由于单光子 使能量的最小组成单元 不能够被再分割 并且依据 并且依据量子不可克隆定律 其量子状态也无法被精确复制 任何的窃听行为 都会对其造成扰动 从而可被通讯双方察觉 并进行规避 而量子通讯的这种加密 它的特点就用一次一密 它是不依赖算法的 在信息的传输过程中 量子通讯技术 可以实时对信息 进行一次一密的加密保护 真正实现的信息 在传输过程中的 及时通讯 完全随机和不可破译 将来可能说有网络汽车 如果说网络汽车 忽然被网络其他黑客 给攻击的话 那你撞到河里面 开到河里面 撞到山上 真理这个安全 就难以得到保障 所以信息安全 我觉得是在所有前面前 非常必须解决的问题 北京骑虎360的大厦内 也上演着一幕幕 互联网安全的攻防站